师傅妈妈好 见到您很高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我一应新以后呢 就那个左边的声音呢 就一直控扰我 然后呢就试过应新的时候 教我几种方式去处理这种问题 我试过很多种方式呢 都还是收效不是很大 就这个问题一直控扰我 睡觉在右面呢 我睡觉在右边 但是这边声音还是特别大 电话也要听右面 每次如果听到左边 马上电舞剧他就会笑 他就会笑掉 要记得念舞剧随时 随时念舞剧 谢谢师傅 谢谢 你们有时候忘记念舞剧 才被干扰 舞剧就是保护我们24小时的 跟上帝沟通的 如果我们戒断了 他就好像 懂吗 我们现在是比方说 在海里面被那个沉下去 有一条线拉我们上来 还有拉我们一直走到彼岸 那你随时要抓那个线 每次放的话就 听懂吗 然后就水会跑到眼睛里面 跑到鼻子里面 然后很痛苦很痛苦 然后又再抓那个绳子回来 然后再去 不过暂时已经痛苦了 随时舞剧别忘了 吃饭的时候念舞剧 睡觉的时候念舞剧 做什么又念舞剧 能够什么时候就念舞剧 这是我们的那个救命的线 OK? OK? 呀 好了 小一个 谢谢大家